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JDBC系列视频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学习的重点是 使用JDBC删除数据库表记录 那么在之前的几次课 我们分别学习了如何查询,如何插入,如何更新 那么本次课我们要学习如何删除数据库表记录 好,我们又回到了上次课的代码 上次课执行一个更新操作的代码 那本次课呢,我们要将这个CQ语句改成 删除StreamCQ等于 DeleteFrom FromDPT表 WhereDPTLumber等于 问号 好的 其实呢,我这个DPT可以不写问号了 我直接删除部门颠号为60的这样一个部门记录 那在这个地方我依然还是使用PreparedStatement 到这里可能你们会说 怎么之前Cindy说过PreparedStatement呢 都是用来执行代参数的CQ语句的 而Statement呢,则是用来执行不代参数的 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哈 PreparedStatement是既可以执行代参数的CQ语句 也可以执行不代参数的CQ语句 而Statement的接口对象呢,只能执行不代参数的CQ语句 好,OK 当然既然这里没有参数 我也不需要去设置参数的值了 OK,这里依然使用的还是ExecuteUpdate 也就是说我们不管是插入更新还是删除 都必须调用Statement对象的ExecuteUpdate 好,如果不等于0的话呢 就代表删除成功 否则,删除失败 OK,执行一下 删除成功 那么我依然可以执行一下 果然部门变号为60的记录 已经成功删除掉了 OK,这个就是使用JDBC如何删除数据库表记录 好,本次课到此结束 下次课再见